大家好,这里是Gamepad Digital,GBD的官方频道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18年的时候推出了一款游戏PC掌机,GBD Win 2 这也是目前为止市面上唯一一个能够运行PC游戏的掌机 那么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呢,它现在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掌机了 当然这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与后爱 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公司对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们是一个硬件公司,所以我们很渴望和一些软件公司进行一些深度的合作 去给我们的产品量身打造一些软件和游戏给大家带来一些全新的体验 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饭也得一口一口吃 现在在这之前呢,我会为大家分享一些带有教程性质的小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分享的是什么 好,现在大家看到我的桌面 想必大家应该也知道今天要分享的游戏是什么了 今天要分享的这款软件呢,就是小机模拟器 那么这款软件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所有东西都已经给你设置好了 你进去之后呢,就不需要特别的调整 进去上手就能玩 OK,那让我们打开看一看 对了,有一个提示 由于小机模拟器需要很多,有时候需要权限问题 那么我们在这里最好是以管理员身份进行运行 不然的话可能会报错 OK,在我们顺利的进来了 这里面我已经下了 下了几个比较知名的游戏吧 恐龙快打,新超级马里奥兄弟 卡普空大乱斗 真三五,三国无双 那么我们每一个都来试一下 好,我现在已经下了一些游戏在里面 有恐龙快打,新超级马里奥兄弟 卡普空大乱斗 和真三国无双 分别是街机V,PS2和PSP的游戏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 恐龙快打 那么在启动这个恐龙快打之前呢 我们有一个操作是需要做的 首先需要把你的这个开关 从鼠标模式一拨到游戏模式 收币模式 然后再通过触屏来启动游戏 如果直接从鼠标模式进来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在拨到手柄模式 它就识别不到 你看它所有的按键都已经给你设置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 投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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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开始 这个版本呢是一个变态版本 好,待会进去之后你们就能看见 好,这里我们选择老三 OK,很多胖子 很多拿枪的 有很多很多 怪物很多 快点快点快点 啊,人一多还是会原来卡 当然正常的 正常的模式里面是不会有这么多人的 那么正常模式也是很流畅 然后人多之后 盖变多之后 人的防御呢 或者血量也相应的增加了 OK,现在人变得很少了 同瓶树很少了 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实是很流畅的 他把我好像不掉血 OK,那这个游戏先 先测试到这里吧 因为我看他们 一个怪好像无穷无尽的出 这么多胖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为了赶进度 我们还是结束进行下一个 好,关掉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 还是不要动它 来接下来我们测试 卡普空大乱斗 这个全屏模式我是调过的 一进来你可以自己设置分辨率 你可以自己设置分辨率 你可以自己设置分辨率 你选AK的模式 啊,桑基尔苏和谁呢 龙 所以你会有些线条 你看在那个人物呢 那你会有些线条 这可能是模拟器的设置问题 或者模拟器现在只能模拟到这个程度 因为当我们进来之后 我们会看到了时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吧 桑基尔苏的大作是怎么玩的 哦,这样玩的 对了 再来一个 没发到 没了 好,龙队第二局 那个是谁啊 那个 我不知道他名字 好,接下来我们要演示的是 明星大乱斗 还是跟以前一样 触瓶启动 好像没有启动成功 嗯 嗯,让他喜欢从 弹在下面去 好,选择第一个模式 嗯,选择呢 龙 好,再来 3D2C 这个全屏模式是我自己调的 刚进来的时候 它可能是800×600的模式 ×600的分辨率 那么具体要什么 拼键你自己可以去 自己可以去 模拟器里面设置 当然你看这里 这种文物里面有些线条 这可能是模拟器的问题 反正我经过我的设计呢 经过我的设计这个 我没找到什么好的方法 你看刚才进画面的logo的时候 是没有问题的 诶,我找肯定来一遍 诶,回来 都在 τη路上 我看到了 麻烦了 的 好,第一局我被KO了 那我换桑基尔坤来战掉他 当然我也不是什么高手 这个基本上就处于刚刚会玩的阶段 可以看到这个其实还是很流畅的 虽然说有些线条可能妨碍到没转 好吧 不知道站不站得过来 诶,刚才是没报到吗 OK,我们进行下一个 好,下一个游戏 既然接机和PS2都模拟的这么完美 也不能说完美吧,很流畅 好,那么,PSPP PSP,这个完全不在话下了 这三千公斤,这三千公斤不得 你这三千公斤不得 诶,别玩,你开油明年订了没有 什么时候,我要过去,什么时候 好,我等着要 好,那我们来玩一玩 这三千公斤,观二爷 普通 这个登录好像比其他两个要慢一点 不过没有关系,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流畅度 直接开始站到 二爷出马,一个定量 二爷出马,一个定量 好,明白重工具,轻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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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PSP时代啊,它是没有那个 右摇杆的 我觉得它的视角是不能自动转换的 那么像刚才那样撞到墙上 你也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东西啊 而且它为了,PSP为了限制机能 这个同停元素好像有点少 远景可能也不是很好 似乎没什么人 似乎没什么人 这么多人的成年 这么多年 是一样都不卡的 变形 啊,这句话的日语好像叫我 迪修,我去破坯 哎呦 我们找乱无法 然后放一块放一块 放一块 嗯,这个有拿一个 有拿一个 我们看看二爷的无双是什么样子的 好,无双完了,无双怎么放在这 哦,这里 OK,无双就这么快就完了 好,二爷的视频 二爷的,我们也到此为止 那么今天我们体验了三款 小机模拟器里面的类质的模拟器 有接机模拟器 PSR和PSP 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到 运行起来是非常流畅的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至于问我为什么不 不体验这款V的模拟器呢 大家都知道你没有双截棍的话 实际上是很破坏体验感的 OK 小机模拟器 它总的来说就是一款傻瓜式的模拟器 寄垃圾用型的 你拿过来安装好了 下载在电脑里安装好了 直接打开 直接下载游戏 直接用就可以了 非常非常适合于我们的掌机 Win2 所以说这个模拟器和我们的 Win2实际上也是绝配 OK,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